本文由明星粉丝团作者柴飞原创,未经允许不得感受到娱乐圈之中的女星,除了眼睛受到大家关注之外,这身材也是很重要,这女星审阅她的身材就被不少网友吐槽,大家吐槽腿酥还特别矮。 其实娱乐圈之中还有很多女星,都要比沈月矮,比如说这刘美孩她就是如此,她比沈月孩要矮,也只有157厘米而已,很多网友都是感叹刘美孩,她在出演完巴拉拉小摩仙之后,就没有长高了,很多网友甚至担心这刘美孩她自己还没有157厘米,还比这个更加矮一点。 刘美孩她就是因为太矮,在娱乐圈之中巴架都受到了限制,不然这刘美孩她的外形轻轻可爱,演技也是很好,只是太矮她常常都需要穿着赫天高来拍戏,也让人觉得她还是矮了一点。 不然她在巴拉拉小摩仙之中,颜值还是很高。 这几年之中,她也出演了不少经典作品,比如说,15年等待后两剧中李军,这个角色活泼开朗,单纯而又黑白分明。 在剧中她是女主角的好闺蜜,这个角色就让人很喜欢,只是她和女主角站在一起,这身高差距也是很明显。 不过好在她的演技不错,在娱乐圈之中很受欢迎,在娱乐圈之中她除了是一位演员之外,她还是一名低调的小学吧。 她会日语、泰语、韩语、英语,其中她的日语最好,她自己在读高中的时候,就英语八级、钢琴八级、日语国际一级。 后来的,她就是因为她有天赋,成绩又留秀直接,就被把送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,看到这里大家直接称刘美涵,她为语言天才。 现在的刘美涵虽然在娱乐圈之中,发展得比较一般,不过她因为这甜美清新的长相,在娱乐圈之中还是很受欢迎,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刘美涵,她的哪一部作品了。 本文内容均为明星本次团原创,转载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。